作家正如晴出了一本新书《凿科加冒》 这书里面描述的是 她跟两位女儿的相处点滴 还有她的教育指导 那么在我们旁边 就是她的二女儿张军宁 军宁你好 哈喽你好 当然军宁这本书是《凿科加冒》 那凿科的是不是你童年的回应 你怎么看妈妈写这本书 就是我的丑事全部被她给挖出来 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 就是我们真实的互动 然后也有很多小孩子 一些比较糗事或者过往的经历 但我觉得因为我跟妈妈的关系 就是是那种很朋友的 然后我觉得她的家庭教育 让我跟姐姐 其实是在一个很自由的环境下成长 我看到书才发现 其实你根本就是 那个资优儿童智商超高的 书里面提到你的智商是140级 你要不要教一下大家 就是怎么样学习的方法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独门的学习方法 特别是说 其实你说你以前不会背东西 数学特别厉害 但现在都要背台词 你自己的学习方法跟我们分享 因为就我自己来看 他不说我意思吧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 我从小就觉得 我所有的东西都得努力来的 像说数学 那那个也是可能我逻辑比较好 但是当老师给了100题数学 没有写完不能睡的时候 我真的就不会睡 我可能会想要扮演一点 那时候才国中可能 但就会觉得我应该为自己负责任 那以前东西都死背 所以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聪明 那我觉得是后来经过了 包括大学 然后研究所 开始学习了一些方法之后 我发现其实学习是需要方法的 就像是你为什么学英文 背单字你其实背不起来 但你如果常说 或者是你交了外国朋友 你想跟他交流 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阅读 就会去记下你想要说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知道你学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学习它 像包括运动 常常人家说 运动好难好累 你为什么可以坚持 那我觉得是因为我把一个要学习的东西 变成我喜欢的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 英文你就会觉得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是开心的 你就会去用它 然后你就会去看 就有自己的环境 如果运动对你来说是发泄你舒服 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学习其实目的 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然后你把你自己变成想学了之后 你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环境去靠近 就不用说一定是死贝啊 或者是怎么样 那我像我自己的台词 是后来用逻辑的方式去理解一整个事情的故事 然后我让它顺理成章地说出来 就是合情合理 而不是刻意去背下面要说哪一句话 就我觉得变成是喜欢这件事情之后 你自己就去找方法 然后你会试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方法 很多事情 有 我觉得Ginning跟我们分析起学习的方法 也好有逻辑 好有条理 好 谢谢Ginning跟我们分享 Ginning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包括母女的相处点滴 她对母亲的感情 还有很重要的学习的方法 希望你会喜欢有帮助到你了 拜拜 拜拜